加尔各达级驱逐舰是印度海军装备的新型防空导弹驱逐舰,是继印度德里级驱逐舰之后,展开的印度国产驱逐舰建造计划Project 15A的产物,由于德里级驱逐舰的项目进行了二十余年,导致其疑问世纪过时,而同时其他国家都开建配备向控阵雷达和区域防空导弹的新一代高性能防空驱逐舰。 印度停止了德里级的建造工作,在德里级的基础上强化舰体隐身设计以及武器装备,推出新一代高性能防空驱逐舰,该计划称之位Project 15A,就是现在的加尔各达级,鉴于印度国产能力仍然相对薄弱,印度依然选择积极与国外合作的方式设计建造Project 15A,意大利、乌克兰、以色列和俄罗斯参与了该项目。 印度在2005年放弃了装备标志向控阵雷达,与3S90E1型垂直发射系统的方案,专而采用与以色列AI拉菲尔防务合作的巴拉克8防空导弹,并使用配套的ELM-2248MFSTAR向控阵雷达,加尔各达级。 2003年开工,由于方案的不断修改,使得已完成的传断必须反复施工,进而严重地拖慢了建造进度。 原本预计在2010年交建的加尔各达号,到2009年3月,仍未安装动力系统与武器系统。 2013年9月才装上了相控阵雷达系统,2013年11月开始施航,2014年8月16日,进入印度海军服役,比原并计划落后约4年,而与支配套的巴拉克防空导弹在2015年年底才完成试射。 标准排水量6800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舰长163米,闲宽17,4米,吃水6,5米,四台DT59燃气轮机,两台KVM18柴油机,航速32节,续航力8000海里15节,编制250人。 一座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超快速型,四座AK-630形6管30毫米进防炮,两座RBU-600012连装反潜火箭发射器,两座四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座八连装3S-14E垂直发射系统,装填16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四座八连装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装备巴拉克-8L, 一座八型舰空导弹,两架巧,28PL或哈反潜直升机。